星期四除了在香港回歸24周年 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早上8点在天安门广场会有庆祝大会 到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发表讲话 广场附近区域已经关闭 北京实施严格交通管制 游浩云在北京报导 庆祝中共成立8周年大会举行在职 天安门广场一带保安明显加强 在庆祝大会的外围 路边停泊了多辆警车戒备 下午近两点 天安门广场附近正式封路 多个封路的路口都有公安住守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住的酒店 外面就加装了围栏禁止民众靠近 另外由星期三起到庆祝大会结束期间 有80条巴士线要调整营运安排 多个地铁站都要封闭 使内部份区域更加实施无线电管制 有市民就说 李甲因为庆祝大会而封路的安排 毕竟建党这么重要的一百周年 这么重要的事 虽然封路对大家影响应该也不大 大不了就不行 觉得能理解吗 因为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 而且封路的话 这个也可能只是牺牲了我们一点的空间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星期四举行的庆祝大会会在上午约8点钟举行 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讲话 而据报解放军会安排签20战机参与表演 今次庆祝大会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等前任中央领导人会不会出席 而有多少现任中央领导人会出席 亦都成为焦点 以往前任中央领导人都不会出席庆祝建党大会 但今年是建党8周年 亦都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比历界庆祝活动都重要 有线电视记者由浩雲在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